月旦节搅不进了 台北市远山花博园区 最近有市集活动 也信不少民众到场参与 但是有驾驶人 把车子围停在公务车道上 由于车道狭窄 造成摊伤的车辆无法进入 一路回堵到一般道路上 也引爆了用路人不满 警方到场之后 联络车主才化解了 交通大打劫的窘境 等到不耐烦 火车驾驶长按喇叭 桥下塞一片 有的车辆又右转 完全被堵住 眼看动弹不得 驾驶干脆下车只会交通 现场乱全一团 原来是有车辆围停 造成后方车辆大回度 原来这个地点 属公务车道 警铃圆山花博市集 本来就不开放车子通行 12月1号起 一连三天有举办 德国商品耶诞活动 有通行证才能进入 却有民众疑似到市集买东西 却把车辆临停在车道上 造成要进入市集的货车 或是右转的车辆 全部塞在一块 警方到场后 根据车牌找到车主 但因为这条道路属于私人土地 无法开罚 当日公园内的活动厂商 以及相关的摊贩 载货车辆没有办法进入通行 引起众多驾驶不满 导致争吵 艺人方便却引爆众人怒火 公园处提醒 林亭在公务车道上 最高可开罚6000元 民众可别为了省停车费 花大钱收拾善后 记者王湘湘卫伦台北报道